这一次有连总 向台总借调 然后到我们美国这个地方帮忙 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有机会才能够跟大家在这里的弟兄姐妹 一起来服事 从第一天来到现在一个多月 讲道 讲课 讲习 各方面都还没有休息 所以喉咙有点沙哑 想到就剩下没有多少天工作可以做完 要飞回去也蛮高兴的 欢迎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回台湾看一看 在世界各个角落 各个国家 因为很多我们正式教会的信徒 也在很认真地在服事神做教会的工作 因为我们这个课程的安排 我一拿到就知道我要讲什么课做什么见证 这一节课是有传道讲一些见证跟大家分享 后面这几天是有传道会带领让大家讲见证 我们知道我们这一条天国路要得救是跟若远看不到的魔鬼争战 只要你心里会想事情 只要你会已经可以做事了 魔鬼无时不刻 要想要阻挡败坏神的儿女了 所以我们自己也要特别特别留心注意 如果你有信心 神会站在你这边帮助你胜过祂 那我就谈一谈在传道幕会当中 去出两三个见证跟大家分享 真的 我们的一切都在神手中 但是这个魔鬼也会到神面前控告 想要破坏 如同破坏这个约伯一样让他信心很弱 但是后来约伯得胜了 所以他有更好的体验 神更加祝福他 那有一次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 我这个魔鬼的工作阻挡也很厉害 我感谢主啊神的联业工作 在那个地方有很好的见证 那其中有一个饭鞋的 饭羊颠间的 这个五个大人要把他抱起来 他一个一个很简单把那些人摔 有鬼附在身上他的力量很大 不然那些人就用铁丝绑他的手脚 他一出力还是这么断 连他的家里人 他的亲戚 朋友 周围的人 都不敢接近这个人 他那个力量比那个摔角选手还要厉害 我们美国这个电视好像也有那个摔角的节目嘛 我那些体格都不是很大很壮吗 但是犯鬼的都比他还厉害 那些五六个大人 抓住那个青年 一个一个 他一只手就可以把人这样拉 就这样丢到那边进来 很简单 所以要抓他 要绑他 就等他安静的时候才能抓 结果我们碰到了 哇 他冲进门里面 他整个眼睛会转耶 那个眼球 哇 这个脸很难看 呼吸很重 哇 没有人敢碰耶 他经过的地方大家都跑掉啊 他从外面冲到门进来 刚好在里面 哇 他去撞那个墙壁用头 那个墙壁是水泥做的耶 很硬的水泥 你去碰看看用你的头啊 他还是用力跑就要去撞了耶 跑去撞了 撞这个木头 撞来撞去 最后冲到我这边要来撞我了 力量那么大 我们没有算什么嘛 一冲过来的时候啊 他的头还没撞过来 我就先摸到他的身体了 哇 感觉到他的力量好大耶 这个时候圣灵感动我 告诉我说 你赶快跳到旁边 奉主的名敢撒蛋了 所以我赶紧就跳到旁边啊 举起这个手 大声的这个 高级的手 念了 奉主的名字 撒蛋 举起 我的手没有碰到他耶 但是我们奉主的名字 那个不一样的 连我看了也吓了一跳 他整个身体呢 被抬起来耶 看不到人台耶 他是面对我的 但是他整个身体被抬起来 然后往后面呢 从这个前面大概丢到快到后面那辈子 重重地摔到那边去 哇 真的不得了 我看了 吓了一跳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 但是我说得很清楚 这是奉主耶稣的名 神垂亭有力量干除这个魔鬼 我站在那边也花呆了几分钟 一直看 怎么会这样 他躺在那边啊 乱啪啪 我们知道鬼已经离开他的身上 后来我就过去扶他 我就问他 你为什么会跑来这里 你知道吗 你做的事讲的话 你知道吗 他都说我不知道 为什么我会到这里 哇 我全身酸痛 他这样讲 后来我们就送他回去 真的 奉主的名 具有这样的力量 连鬼都服了他的名耶 我们做神的功啊 一定会受到魔鬼的阻挡 但是我们不能退缩耶 更不能软弱耶 还没有受到困难 逼迫自己就已经先投降了 那算什么嘛 所以要常常祷告神 所以要常常啊 多学习神的真理 让我们的一切啊 真的能够保守在神的爱中 不怕任何患难 不怕任何冲击 那我再来讲第二个见证 有一次 一事一样 到一个教会学习领域布道会 后来当地的祝母传道就告诉我 他说这个教会很冷弱 有些人啊 已经行隐乱的事 不谦卑 在教会声音还很大 那间教会比较会关心政治 所以常常为了选票 这个分裂造成一些冷弱的事 甚至严重到这个分派系 会吵架 实在看不出是一个神荣耀的教会 大家的冷弱太多了 他跟我讲 天传道 因为我注目这里啊 我不方便你讲啦 你讲好啦 御师就是说能够用神的道理 劝勉 劝勉啊 我说可以啊 但是我们要报告神求神同工啊 这不是我们嘴巴讲讲就能解决的事情啊 你看这么多坏行为 这么多不能荣耀神的这种软弱的生命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祷告 宣布去让信主人一起有这样的心 结果第一天的布道会有两位得到圣灵 那一天布道会晚了 后来就睡觉了 那我当然跟珠穆传道 我们睡一人一张床了 睡到半夜啊 觉得很奇怪 什么那么冷啊 这个房间啊 我冷到醒过来 看看时间才凌晨两点多左右 我这样醒过来 我看到了一件东西 原来我躺的那个床扶啊 我的脚那边站了一个红色的鬼 哦 那个鬼啊 我装得太美了 我看要选 世界健美先生一定非他莫属了 他所有的血管都在外面 皮上的血很漂亮啊 我那个肌肉什么都好重 我这样躺着眼睛开 我看得到他看着我 我看到他的眼睛也是冒烟 这样瞪我 他的头上面也冒烟 横的瞪我 他那个眼睛可大可小 这样好像要吃人 黄色变红 变黑 那个颜色好多种 我看得好清楚 因为我是眼睛睁开看到了 后来我心里想了 我要站起来跟他眼睛瞪眼睛啊 看去 结果我这样想的时候 他已经扑下来 我都看不到他的动作这么快 整个身体就在我的身体上面了 看得好清楚哦 我看那个眼睛瞪孔大小大小 这样哦 还会转得好清楚哦 但是主 因为常常 这个这个 我们知道这是魔鬼 所以我们心里不怕 有些人啊 感觉后面有点凉了 就赶快跑了 他就这么清楚地在我的前面 就在我的上面了 他摇摇切直瞪我恨你 他希望神的教会很多人都软弱 所以他一听到说要用神的真理要来勉励这些人回头啊 他气死了 哇 他首先那个一只手就拿出来 他从我的眼睛前面给我看 那个指甲很长耶 不是普通的指甲耶 他很容易就伸到我的脖子里面 就这样抓得好紧 我伸进去的那种感觉 我都有感觉 然后又用另外一只手伸到我的心脏这个地方 伸进去 把我的心脏全部用力抓得紧紧的 这时候我就很痛苦了 我很想要讲书 用心里想啊 奉主耶稣圣明撒旦退去 你一想都不能想耶 他把我的那个心都压得紧紧 一点空间想都没有办 到我眼睛眼睛真正看到他这样那么生气 哇 那个血管又蹦出来 这么壮的身材 就在我差不多了 已经不能呼吸的时候 在我这样眼睛看过去 又在我的那个床腹脚那边 站到一个我很熟悉的天使长米迦勒来了 哇 他来了 我就说 谢谢他来了 你家都是打仗的天使耶 看到他来了 真的感谢出来 有希望 他就站在那边对着我笑一下 然后跟我说 赶快喊啊 我想要跟他说 我早就想喊啊 都不能喊啊 人心里要想都不行耶 要奉主耶稣圣明撒旦退去这样想也不行耶 其实他也知道 他讲完了 他笑一笑 他知道我心里想耶 他讲完以后 这个魔鬼的手就松了一点 我就有空间想啊 马上想 封主耶稣圣明撒旦退去 一想完了 这个天使长又笑啊 他动作之快 看不出来啊 什么时候就已经抓住那个 那个红色鬼的脖子这样抓在这里 笑一下就这样带走了 哦 感谢主啊 神的使者出来帮忙啊 我也觉得不会奇怪 因为真的 我们做圣工有时候真的 魔鬼常常会来捣蛋耶 所以主 我们不用怕有神的信心帮助我们啊 祂走了以后我就起来了 我想了可能有神的美意在里面 既然神派天使这样帮助啊 我看这一次的圣工大概有神特别的同工在 魔鬼虽然想阻挡啊 但是神拆祂的使者帮助啊 我起来准备祷告 我在想到底要不要叫那一位传道起来啊 他睡得好舒服啊 我不知道那个憨声原来有那么美妙的节奏 我自己也会打憨 但是我睡着了我也欣赏不到啊 那我遇到这样的事 我看到我睡得好舒服啊 没有感觉耶 所以我就不想打扰祂啊 后来我自己一个人祷告 跪在窗户上 祷告神啊 这间教会这么忍受 我们用人的方法没有办法呢 有魔鬼在当中工作 所以祂要来阻挡我们 要用真理来教导 带领他们 求耶稣帮助 带领我们这个无用的仆人啊 主若愿意啊 在你凡事都能啊 这样子祷告 大谢主 越祷告越心中感受到神的这种力量的带领 咦 就在我的眼前了 这就要看到那个黑板耶 原来 黑板上面有很多题目 就是要我在 布道会 灵文会当中要讲的题目都写在上面 就祷告了 我就先把它记下来 我又再看那个传道 结果我祷告的生意也不少 怎么那么能睡啊 后来我就安心地睡觉了 所以我早上起来啊 我们参加早祷会 我们早祷会很早耶 所以我们平常都十二点左右睡 我们早祷会五点就要起来啊 然后一天就是这样子过了 我们这里早祷会八点了 太多的时间可以养 养体力啊 养心热炎啊 结果我们早祷会晚了 我就跟这个传道讲 我说昨天有一个红色的魔鬼来找耶 他叮到吓了一跳 啊 真的啊 然后他又说啊 还好他没有来找我啊 是啊 他没有来找你啊 是啊 他没有来找你啊 是啊 是啊 他没有来找你啊 是啊 是啊 他没有来找你啊 他没有问到你啊 当我祈祷我就没跟他讲 后来就照顾目见了 哇 感谢你 在那一次啊 大家真的彻底地悔改耶 尤其在讲述圣餐里的道理的时候 每一个都哭了 尤其在讲述圣餐里的道理的时候 每一个都哭了 对神窥见月圣的道 还没祷告 正在讲道的时候 他就已经趴在地上这样哭了 向神说对不起了 在那一次的灵文会聚会 看异象啊 得圣灵 所以做神的功 真的要求神帮助 魔鬼很气 神的仆人会阻挡耶 但是我们不用怕 我们要忍耐度过 要去祷告 求神帮助 神一定会开路 我现在要讲啊 这个 另外一个见证 那我就简单说啊 和我们时间有限 那也是小弟 传到在幕会的时候啊 因为我看到这里 很多人都在谈那个车祸的见证 我自己也碰到一次大车祸 我开车是很少打瞌睡的 但是就因为那一次车祸 人家以为我很会打瞌睡 那感谢主给我一个很好的体力啊 所以可以做多一点的事情 刚好那三个礼拜 我连续啊 这个灵文步道会都没有休息 我们传道人要准备灵文步道会是全心在教会啊 是很努力在做这个准备工作 这种灵修工作 都不可能跑回去的 家里那么远呢 开车要两三个小时也不会跑回去 我们的访问工作 从早出来 一直到晚上才回来 我们又有早早会 我们的目道者谈 刚好就在那个 那个当中也要准备我们全国原住民的诗歌演唱会 参加的人啊 将近四千人了 我们大会工作人员有三百七十五名 我们机会的话 用至少我们当时的预计是花掉一百多万金台币 我们建了一个在苗栗县文化中心的那个大的这个音乐厅啊 才能容纳这么多人啊 那传道是刚好被选上大会的总干事 又要忙灵恩步道会 又要去参加这个开会 来来回回这样跑啊 在四月三号的时候 在四月三号的时候 又被总会安排啊 就是在那个时间喔 被我们台湾总会安排到高雄上那个全省 未婚班社亲领恩会 还没结婚在社会上工作的领恩会去那边讲课 那一直讲到四月四号 那我最后在四月五号的凌晨十二点多 才从那个高雄离开自己开车啊 那四月五号是我们台湾的清明节啊 那有一个春假期间啊 大家都要去扫墓啊或者去玩啊 所以高速公路啊堵车啦 本来两个半小时的路程啊 我开了差不多将近六个小时啊 才下到一个交流道 那我觉得太累了 这个时间已经喔 十二点多出发 已经差不多快接近五点了 所以半夜这样 平常这段时间就这么累了 很少休息了 那又碰到这个时间啊 真的很困 我把车子还开到路边这样子睡了 差不多十五分钟耶 然后又继续开啊 因为我想要经过这个故乡的家里 然后白天再赶到那个苗栗县啊 这一段路程还很远啊 要到那边做最后的准备 因为四月六号就要 就要举办这个原住民 这个诗歌演唱会 所以我还是勉强开啊 这一个人在车子里面没有人可以讲话啊 你看看那个 会特别想念睡觉 差不多快凌晨五点啊 我就看到前面有一条桥啊 在两山的中间 那个山谷 那个桥白色的很丑 我这样子眼睛开开 但是心里睡觉了耶 就想说很纸 所以手固定啊 就有纸子啊 正在开就想 诶奇怪了 应该过了桥 那个路要有一点上去 弯一点了 怎么搞的 车子斜斜啊 还怎么往下 我突然想说 诶我在开车耶 我眼睛我就真的醒过来看了 诶糟糕啊 一看的时候已经掉下去了 吊到桥旁边啊 过去一点点的小山谷 第一个声音就很大 嘣就撞上去了 开始滚耶 我跟车子一起滚耶 一滚了 有的跳得很短 就碰到了 又再跳 有的时候跳很高 我就感受 突然又是 蹦蹦蹦蹦一直 我在学校 打过柔道好几个 打得很有心得 这个时候柔道有什么用啊 我们要摔一百多公斤很容易啊 到这个时候 学的东西到哪里 没有用啊 那个时候就一个观念了 心里是先想到 啊完了 我死了 然后就再来想到什么 从心底伸出呼求啊 求主耶稣救我 你说那个时候 你能救什么呢 在那个时候你能救什么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